相信我 一定会很好的 相信我 一定会很好的 好 欢迎来到新建的舞台 今天啊 当我来到演播室的路上 发现户外的天气真的是格外的晴朗 蓝蓝的天空 偶尔有一架两架的飞机 从头顶上掠过 发出轰鸣的声响 巧了 今天演播室 有请到了我们的演讲嘉宾 他的身份也跟飞机有关 他是一位名航飞行员 大家都看到照片了吧 帅不帅啊 帅 他刚坐在前几排的女同学 已经笑开了花了啊 就是不知道 他还是不是单着身呢 好了 今天这位帅气的机长 他即将跟大家演讲的主题也十分的特别 颇有一定的社会性 事关现场以及镜头外 每一位职场人的深切体会 尤其是咱们的女性同胞 那么他要分享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话不多说 让我们掌声有请 陆州航空资深机长顾南亭先生 掌声有请 're you're gonna look well 要我们掌声有请 我看你们掌声有请 好 看不见 是吧 请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郭暖婷 是陆舟航空的营鸡机长 今天我要给大家演讲的题目叫 题目是 职业与性别 从毕业进入陆航开始 我至今飞过了一千万公里 但最紧张的时刻 都比不上刚才从后台 走到这里的零点零一公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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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紧张 是因为我知道 接下来的讲述 有可能会影响到一些人 一生的职业选择 听到飞行员这个职业 大多数人都会认为 这是属于男性的职业 机长应该是这样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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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典型的男性职业 平时我们也经常听别人说 男性适合什么职业 女性适合什么职业 但是 真的应该这样吗 我们见过有些男性 成为了优秀的舞蹈家 服装设理师 化妆师 那我家龙夏呢 有家美甲店 听说给小姑娘做指甲 做的最漂亮的店员 反倒是一位小伙子 反过来 我们也能看到 越来越多的女性 也成为了出色的商业领袖 建筑师 军员 以性别来划分职业属性 这根本上就是一种偏见 事实上纵观任何行业 个体之间的差异 要远大于性别之间的差异 好有道理 真的 这个机长挺会这样的 说回我的行业 全国有七万名飞行员 但女性飞行员 全民航一千人都不到 为什么这么少 很多人认定女性吃不了苦 对机械没兴趣 技术能力不够强 每个月有特殊困扰 未来还有生育和家庭的影响 真的这样吗 真的这样吗 这位刘晓敬少将 是新中国第一位 荣立一等公的空军女飞行员 三十四年的飞行生涯 完成无数次的安全飞行 曾在五分钟之内 成功迫降 挽救了全机组的生命 同样的 在我们民航也有一些 不为大家所知的平凡女飞 女飞的确面临更多生理上的牵绊 但这也恰恰说明 她们付出了比男飞行员 更多的辛劳和努力 我们公司啊 就有一位从业八年的女飞 每次训练和考核 她的成绩 总是比同批次的男生都好 她遭遇过教员的质疑 职位的降级 乘客的误解 但她始终没有放弃这份事 我欣赏她的能力 更欣赏她的勇气 热忱和对这份职业的坚持 现在很多航空公司都不招收母飞 把那些向往天空 热爱飞行的女生们都挡在那外 这正是源自对职业的性别偏见 如果有机会 希望我们航空公司 可以提供给女生平等参与选拔的机会 职业从来就没有男女之别 我希望少部分人比起常见 更希望大部分人勇敢来 在自己真正热爱的职业上 发挥天分 实现自我价值 谢谢 我好意思啊 这次又没有进过你的队 就自作主张了 谢谢你 我 很喜欢你的稿子 你刚刚自己发挥那段 是真心表扬我吗 我不说假话 不过 你昨天是不是熬夜了 我这两天没有飞行 不会打电话 但无工作 我不是那个意思 好了 辛苦你了 早点回家休息吧 那顾教员也不送送我啊 我 我妈做了饭在家等我呢 那你快去吧 那 帮我跟秦阿姨带个好 我困死了 我先回去睡了啊 拜拜 拜拜